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的绘画部分 那么关于这个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 山田的表达形式 因为它在应用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求的知识 speechの依赖 关于拜托去做演讲 首先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句话是大家一般是在别人的工作 或者在正忙的时候 去打扰别人的时候 一般要说的一句话 说这个 在您百忙之中非常抱歉 那么稍微打扰您一下可以吗 这句话大家就可以当成日常用语 把它记住 好 因为今天科长对他的下手 而且是男性下手去说话的时候 他可以用稍微随便一点表达形式 因为本身这也不是在正式的讨论 说嗯 答应 注意这个答应是 这个接在男性的 这个疑问局的后面 那么他基本上呢 一般现在是年长的男性 用的比较多 好 再关注山田的话 实际上我有一件事情上诚心诚意地拜托您一下 那么这句话可能前半句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 这是一个半句话话 你怎么了这么正式啊 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看一下这种请求 这个上司给你做事情的时候 这个语气还是相当正式的 那么今天课长也是有一点小意外 好 首先他把这个主要的事情给拿出来了 先让对方心里有一个准备 说我呢 是我婚宴的事情 我想拜托您这个做一下演讲 好 大家你看一下 他这里选择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项 就是用了 本身这个动词来表示拜托和请求 还是采用了半句话话 这样给对方留有什么 拒绝的余地 这是日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一定要半句话话 尤其在请求啊 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啊 这些表达形式的时候 好 僕がスピジョ 其实是スピジョする 省略了后面的动词 是我来做演讲 はい ぜひ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那么说 务必的怎么样 要拜托请求 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别人啊 就是说还没有答应你这件事情 一定在日语当中用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而不可能选择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不能选择谢谢 嗯 余地自信がないけどな しかし君の頼みだ 引き受けるか 说 我不太有自信 但是是你的拜托 你的请求 頼み 引き受け 我就接受吧 这个カーディア 注意我读的是 讲调 它是一种自言自语 它并不表示疑问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 三天选择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因为这时候已经确定 几天课长答应他了 对别人已经确定 答应为你做的事情 你可以用ありがとう 作为知识 好 もしかして 上海の理想も来るの 对呀 你看一下 もしかしです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的副字 说这个 不会上海的小李不会也来吧 他可以跟后面的 一分的表现实相互用 那么在这里 如果我们选择 以前学过的 もしかしたら 可能稍微有点不合适 因为那个表现实相互用 因为那个表现实更多的 因为一个 かもしれません 这种推测的表现实 一起来使用 好 いいえ 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が いそがくしくて どうしても中国を 離れられないそうです 我们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说因为这次的 这个项目 特别特别迷惘 无论如何都 离不开中国 そうです 听说无论如何 都离不开中国 这一大看一下 どうしても 是跟什么 可能的否定性 是离开 可能性是否定 じゃない そうか 残念的ね 说 原来真的挺遗憾 我们说一般 尽管当你邀请 或者说你期待的 一件事情 并没有这个 实现的时候 我们说在日语当中 一般不要用 悲伤用的是什么 真的挺遗憾的 僕も 理想には 会痛かったんだけど 说我也特别想 之前特别想 接一下小李 因为在这里 他用了 太爱的过去 是 好 好 这句话 首先大家看一下 说不过什么 丁度正好 那个时期 上海分公司的小王 来这个日本 你一定要关注 一个表达形式 他没有用 他用的是来 什么意思 告诉你 说他来日本 二十年期间 还在日本 这个状态 结果状态的持续 所以呢 小王来参加 我的婚礼 一定要关注 后面的 虽然不一定 能翻译出来 但是这个 我们大家在初期 三十二课 已经学过了 在这里可以理解 什么 我 两个或两个 以上人商量的结果 也就是我跟小王商量 小王来参加 我的婚礼 那么在这里 大家注意 这句话呢 虽然没有体现出 这节课所学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 它体现上 我们在初期 下策 重点强调的 两个表达形式 でいる 结果状态的持续 一事になりました 忘了同学 一定回去看一下 それはよかった 何度言っても 上海は君と松子さんが出会った 思い出の場所だからね 说那太好了 何度言っても 这个表达形式 大家观众说 无论怎么说 首先要排在第一位的 说上海啊 是你跟听子相遇的 充满回忆的场所 我们可以意义成什么 难忘的场所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篇文章 我们就分析完了 大家回去重点 一定要看到说 尤其前半部分啊 小王在请求 以及请求的过程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给大家用黄色 标示出来的 这些语言形式 那么这些语言形式 大家要达到什么 能够熟练的背下来 以达到脱口而出 才可以 好 那么今天的绘画部分 我们就介绍到这一篇